基礎研究原始創新 它所产生的成果 其实是最有可能落在 支持它的这个地方的 我2011年有幸参加了 中光村论坛 在2010年的10月1号 当时刚刚全市回国 一方面我当时对国内了解 也还是比较浅薄的 另外同时也有很多期待 包括全市回到卫生所 然后又在筹办百季神州 所以当时能参加中光村论坛 能够看到国内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当时还是蛮震撼的 那么在2019年第二次 在中光村论坛发言的时候 用几个活生生的例子 跟大家讲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它所产生的成果 其实是最有可能落在 支持它的这个地方 有话讲 苹果是不会掉到离树太远的地方 希望我们这个中光村论坛 一如既往成为在中光村附近 创业的各种高科技企业 向全世界展示它们的能力 展示它们未来的波兰状态的一个画面 欢迎来到中光村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